这个场景有点珍奇朋克的感觉 浪迹天涯四海为家 起床了不能再睡了 已经是上午的九点钟了 外面居然在下雨 东北这几天的气温真的非常反常 现在的温度是零上一度 对你没有听错零上一度 腊月的东北气温居然能到零上 不过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 今天晚上寒潮就要来了 马上就是一波大降温 最冷会到零下二十多度 也就是说一天之内降温二十多度 所以现在得赶紧起来收拾东西 赶紧走 希望今天能找到一个好一点的营地 躲避寒潮 糟糕 鞋子也湿了 谁能想到腊月的东北还会下雨 还好里面还是干的 最怕的就是这种不算太冷又不算太热的天气 早上起来呢 睡袋的表面已经全湿了 今天晚上睡觉之前还得想办法把睡袋烤一下 昨天晚上的营地 这里是吉林省白山市的江源区 江边的一条木质走廊上面 下面的是浑江 然后后面是铁路 昨天晚上找的这个营地非常的隐蔽 早上用油炉煮了点泡面和挂面 现在吃个早饭就开始收拾东西 继续出发了 都收拾好了 可以出发了 这种又有雪又下雨的天气是最难受的 路上都是烂泥啊 不过今天下午呢就开始降温了 下午可能会下雪 腊月的东北 烟雨迷蒙了 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 谁能想到 东北这边竟然还会下雨 现在我的羽绒服外面都 都湿透了 不过里面还好里面是干的 离开江源 现在是沿着静白公路往北走 前往静雨县 这一带呢也是山区 据说这里的秋天 会很漂亮 冬天的话可能会显得稍微有一些单调 下午一点钟 温度已经降到零下三度了 所以小雨呢变成了小雪 天空中在飘着小雪花 雪有越下越大的趋势 这就是临海雪原 树上的树叶呢 早已经枯黄掉落 只剩下树干还有枯枝 底下呢是厚厚的一层雪 看起来非常的萧索 这个季节啊不知道林子里面的动物 他们吃什么 晚上住在什么地方 这多冷啊 温度越来越低了 我的帽子都动硬了 然后这里全是霜 现在我得把面罩戴上 然后再换上科技手套 这个抓人手套有点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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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着寒潮的到来气温逐渐下降 下到路面上的雪被车压过以后 现在已经开始结冰了 沿途30多公里吧 没有村庄 一路穿行于临海雪原 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深处 公路两边不远的林子里面 有一些山 小山 不过被森林挡住了 看不见 如果从卫星地图上看 你会发现这些山很奇特 这是一些远古火山留下的痕迹 静雨县周边这边有很多火山 然后往东 长白山静坡湖 那一带也有一些远古火山群 这些远古火山的火山口啊 蓄了水以后就形成了非常独特的火山湖 其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长白山天池了 这些远古火山群 还产生了火山矿泉 所以再往前 快要到县城的时候 路边会有几个大的矿泉水厂啊 包括农夫山泉 恒大长白山矿泉水股份有限公司 应该就是这里面 然后我的右边 这有一些大的厂房 这是农夫山泉 然后再往前一点点 那边还有一个天势力矿泉水 没听说过这个牌子 下午四点多钟 到达静雨县县城 风雪交加 因为下雪了 天黑的早 静雨县 它是为了纪念杨静雨将军改名的 原来不叫这个名字 原来叫蒙江县 刚才过来的时候 还路过了杨静雨将军的训难处 现在呢 该去找今天晚上住的地方了 感觉想找个房子什么的 应该不太可能了 本来我还想再往前走一段的 但是下起雪以后 没法起来 那些地方已经开始结冰了 太滑 街道两边装点着各种颜色的灯 好漂亮啊 要过年了 在县城周边转了好久 也没找到能搭帐篷的地方 因为今天寒潮来了 刮风下雪 所以我想找一个稍微能打打风的 但是找不到 看来呢今天又得雪地上面露营了 已经是晚上的七点半了 我都快把这个县城给转了个遍 还是没找到好一点的地方 今晚呢只能在这个地上搭帐篷了 天空中还在飘着雪花 然后还在降温 帐篷已经搭好了 终于安顿下来了 风雪之中 我的小窝 看这风卷着雪呀 今晚呢要下一整夜的雪 帐篷的脚呢 我都用地钉给拉起来了 这样的话它不怕大风 休息了一会之后 好像突然就变得有点不想动了 我现在就想直接钻到睡袋里面睡觉 不过呢还得做个饭吃 还没吃饭呢 现在来看一下天气软件 我是在吉林省的静宇县 目前的气温是零下十度 今天白天温度最高的时候 甚至到了零上二度 然后今天晚上最冷的时候 回到零下十八度 也就是说 这波寒潮直接降温降了三十度 然后明天会继续降温 降到零下三十六度 雪已经下了几个小时了 还在下 现在呢准备做饭了 今天还是简单做个炖菜 天气冷了以后啊 做炖菜方便一些 这是白菜 豆泡 牛肉 还有莲藕 把这四个用火锅料一煮 就能吃了 现在得先烧点热水啊 把牛肉洗一下 去雪末 先把油炉烧起来 用了几次以后 我已经学会了 学会了不用酒精 预热 就能把炉子烧起来的办法 先打点气 然后直接放点油 放点那个油出来 预热 预热完毕 油炉在预热的过程当中 还是挺危险的 不过预热完成以后 是很安全的 可以放到帐篷里面取暖 做饭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的油在里面啊 并不会 因为你失手打翻 就洒出来 它又通过喷嘴 才能喷出来的 现在先烧点温水 把牛肉给洗一下 因为牛肉是冻住的 所以切起来还挺容易啊 我切的很薄 水开了 帐篷里面全是水汽 现在丢几片姜 火锅料呢就不炒了 到时候炒的都是油烟 直接放到水里面煮就行了 水汽太大了 我估计都拍不清楚了 现在加入许氏老方 酱油 蚝油 盐 味精 把食材加进去 藕片 牛肉 豆泡 白菜 白菜 哇 热腾腾 现在用饭盒煮点饭 然后就可以吃饭了 开饭了 满满一饭盒的米饭 本来今天想吃馒头的 但是馒头已经硬了 吃饭速度得快 超过十分钟 饭就凉了 现在已经十一点钟了 外面还在下雪 不知道这雪要下的什么时候 说不定明天早上一起来 帐篷都被雪埋了 我现在就担心啊 这样下下去 明天马路上的雪肯定很厚 到时候就没法齐行了 然后又困在这里 然后明天温度还得继续降 降到零下36度 明天如果走不了的话 得想办法找一个好一点的银地 哪怕是个桥底 也比 也比这种地方好一点 饭还没吃完就已经凉了 我现在把炉子点着 把菜热一下 然后浇点热糖在这个米饭上面 温度低了就是这样 干什么都不方便 吃过饭准备睡觉 帐篷的内壁已经结霜了 因为今天晚上气温最低 会低到零下28度 所以我呢用了两个防烧垫 淡槽垫 上面是冲氢垫 然后现在把睡袋先拿出来 睡袋的话 只需要这一个就可以了 不过晚上睡觉的时候 得穿件羽绒服 如果只穿打底 用这个睡袋 今天晚上肯定是会比较冷的 油炉呢 先让它继续点着 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 睡袋是湿的 然后今天一天又没出太阳 先点着油炉 让它给帐篷里面升温 把睡袋表面的湿气去掉一些 我的帐篷呢 是一款四季帐 但是它的两侧依然是有沙网的 其实像现在的帐篷的材料 它在防水的同时 是透气的 所以在帐篷里面点炉子 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钻进睡袋就准备睡觉了 今天晚上将是一个小小的考验 我想测试一下 我这个睡袋能不能顶得住 零下28度 我的睡袋充容量是1500 羽绒的蓬松度是650 它的舒适温标呢 是零下15度 实际上要打点折扣 大概是零下18度到零下20度左右 这个睡袋属于比较平民化的装备 不是高端的 高端的羽绒的蓬松度 要到800 850以上 甚至是900 那种睡袋会非常非常贵 一般人一般来说是用不上的 我的睡袋使用的时间也比较长了 它的保暖效果呢 有所下降 里面有点潮 进入东北以后啊 东北这边冬季 阳光太微弱 一直没能把它好好的晒一下 然后我的两个大充电宝 全部用保暖材料包了好几层 然后一会儿手机和运动相机 都要放到睡袋里面 用我的体温给它们加热 要不然到了零下20度以下 电池就顶不住了